我先讲一下这个财政大数据分析 如果耳后你们想要去看影片 其实我稍微讲解一下 你如果说到YouTube 到YouTube然后来去搜寻我的名字 搜寻我的名字 搜寻课程的名字 举例来说我这个课程我们叫财政大数据分析 所以现在是没有任何一部影片 例如说假设你可能过几天之后你去搜寻 就会搜寻到这个影片了 像我之前就是之前我教的 我之前我教的课程像例如说 这个而我的高阶文高校文件制作 所以你就到YouTube然后搜寻我的姓名 然后再加这个课程的名称 然后点选搜寻 有看到吗 你就可以找到这相关的影片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直接在这个地方就直接点 Word高校文件制作 然后点影片连结 你有没有发现我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希望你是分阶段这样慢慢来去做 就是说学习 例如说你看完第一段影片 可以再看第二段影片 这样了解 其实我可能会把大数据分析 再切分成更细的一个段落 就是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经过我这样剪辑 我当然会把那个中间那个档掉的画面 就是把它剪掉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那个你回家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这个教学影片 可以了解吗 然后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要麻烦你们就是登录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帮我按一个赞 可以吗 我也是需要鼓励的 可是真的真的 我希望你们 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再复习一下 因为这真的是我们财政部的第一次我们走 就是我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 就是大数据分析的演讲 可是我是做食物派的 就是我会希望说 好不然不然就是说 你给我你的资料 然后带你去走完这个分析的过程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喜欢带的是这种食物的教学 我不喜欢跟你讲说 好第一个V我们看到资料量 然后从什么Mega 然后到Giga 然后再到TB 这样子一路走过来 这资料量多大 介绍那些不太重要 这样知道吗 我觉得可能应该说都很重要 但是我比较希望你们学会是食物 食物上面 如何你拿到资料 你会遭遇到什么问题 然后来开始谈起 好了 反正原则上 原则上这个8点直播可能又要 就是到时候我会每天晚上8点 就是开大概30分钟的课程 然后就是把这些影片陆陆续续播放出来 你们如果晚上8点有空的话 你都可以去观看一下这个8点直播 我就会分别去介绍 我现在像例如说2月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微电影介绍 不想你们对拍电影有没有兴趣 好 那我就先回来讲我的资料 所以欢迎你们到时候在线上学习 线上学习 我们第一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就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 这个2020-0114-tax 这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放在哪里 就放在我这个财政智慧这边 成品观摩 可以吗 就放在这个地方 你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打开来 来去使用 好 开的有一点慢 不管怎么样 它也开了 我们刚刚做到平均的所得税 对不对 就是一得里的平均所得税 可以吗 所以请你们先打开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那我们这个平均所得税 所以刚刚刚有算出来说这个里的平均所得税呢 它的算法就是 这张资料表的组合 这张资料表的组合 我们是要是要是用的 去包它 不可以这样算 我们的平均的算法 上面要是加总 下面一定是放个数 次数 对吧 次数分支加总 这就是平均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 TiX所得税资料表里面的平均tax 然后要把这个4换掉 换成什么呢 好 请问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年 年里面是不是有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对不对 那我们只取单一的取出来这个年的数字 这样了解吗 好 这样子的话 就是如果到时候你把2015年资料放进去 是不是也会自动产生有2015 然后如果你把2016年资料放进去 是不是也会自动产生2016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年的单一计数把它算出来 所以这个函式是什么 这个函式是什么 我先放一下4 当你今天你在学习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不知道这个的函式内容是什么 其实有时候你可以上网上网来去查询 决定来说你到Google 你到Google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搜寻Power BI的DAX函式 那我要算我要找的函式是什么 是不是跟计算次数有关系 可以吗 而且是跟什么有关 而且是跟Distinct有关 就是假设我今天2012出现了100次 我只算一次 这就叫做Distinct 这样了解 好 例如说Distinct 有看到吗 所以他这边他就会教你Distinct Count 怎么算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觉得说 这是英文 所以就算了不要看 可是真的 当你今天要去参考美国人所写的软体 他的技术手册 一定都是英文 对吧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有这一个函数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要把这个式改成 Dist 你打Di 然后接下来呢 你打Distinct 你打Di 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有看到吗 方向键往下移到这边 然后Tap键 接下来 你要算的是 Test资料表 因为有些人他会看错 他看到People 所以我要的是Test Test里面的什么 年 可以吗 然后Tap键 又刮胡 Enter 这跟你打那个4 结果一样 但是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会随着我把2016年资料放进去 他就会变成除以5了 这样了解 了解为什么要使用韩式 真的很重要 可是 可是我跟你讲 你本来就知道C-O-U-N-T 计算次数 这个韩式吧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现在讲的很困难 一点都没有很困难 对吧 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真的 你在仪式调里面 谁不会用C-O-U-N-T 一定都会用 我只是现在 我要算的是那个 不管他出现几次 2012出现几次 我都只算一次 就是用这个 Distink 所以等一下你要记得在这边打Di 然后去找Distink C-O-U-N-T Distink的单字就是区变 区分 换你们动手来去做 就是把那个 那个所得税 所得税 稍微做一下调整 我们算出来是平均所得税 就是这一个理 平均综合所得税 所得税的总额 您看一下哦 我刚是不是算完了 平均所得税 这个平均所得税算完了吗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算 一得理这边我要去准备 就是校正的那个数字 我一得理这四年 我得到这个平均所得税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算一下 它的人口数 为什么要算人口数 知道原因吗 就是说我想要知道 这一笔每一个人的 综合所得税的总额是多少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也知道 九德里的每一个人平均 平均啦 应该说平均 平均的个人综合所得税 所以这边我是不是要放人口数 但是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因为我们报所得税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家庭 对不对 你跟你另外一半 还有小孩子 我们例如说四个人一个家庭 通常会怎么报 就是夫妻合并 申报 个人所得税 对吧 所以你觉得我们 我们要取人口数 还是取户数来算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会希望找一个比较接近的数字 找一个比较接近的数字 那我觉得户数可能比较接近 实际申报的人数 可以了解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想要算出来的是 一德里的户数 久如礼的户数 可是户数的资料是不是在people里面 test这里面有没有户数的资料 没有 这边people是不是有户数 可以吗 people是不是有户数 就是什么礼 然后户数多少 people里面的户数 有没有看到 庄敬礼有2071户 东荣礼有2973户 好 所以所以怎么样把那个户数 带出来 首先你要想要先把这个户数 带到test里面 所以要把那个户数啊 放到这个地方 例如说好了 中轮里多少户 智强里多少户 蓬城里多少户 可以吗 所以请问是在people里面 按滑鼠右键 还是在这个test里面 按滑鼠右键 不要不要在错误的地方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 在所得税资料表里面 滑鼠右键 请问是要做新增资料行 还是新增量值 新增资料行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所得税 每一个礼 是不是要带出它的户数 可以吗 所以是新增资料行 一在所得税里面 随便一个栏位 按滑鼠右键 二选择什么 新增资料行 接下来呢 请把它改成什么 这是户数 注意哦 是所得税里面的户数哦 可以吗 然后所得税里面的户数 要怎么算呢 算法很简单 就是等于我们 以前哦 以前两张资料表的关系 以下用什么函数 VLOOKUP 在座我想 至少应该有些人会 VLOOKUP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在DAX函数里面被拿掉了 没有这个韩式 好 我们要用 RELATED R E 有看到吗 RELATED 而且 RELATE是不是相关系 相关联 相关叫 RELATE 有没有看到 它是过去式 过去式是什么意思 你之前一定要先建立好关系 好 接下来 TAP件 而且请你注意一件事哦 现在我是 TEST 资料表 TEST 资料表 关系到另外一张 People 资料表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 它只会放另外一张资料表 它不会有别张资料表 因为你这边已经设定了 RELATE 一定是要有相关系的 所以不会再放自己这一张资料表的相关栏位 这里面就只有这些 这些不是都是People里面的吗 所以方向键往下选 户数 TAP件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要放一个右刮壶 这边告诉你的右刮壶 Enter 这样我户数就做完了 这样我的户数是不是就做完了 可以吗 这样有没有问题 因为 因为这边有没有看到 就是说 那个 就是 这边啊 这个中轮里有多少户 自强里有多少户 同城里有多少户 有看到吗 是不是全部都呈现在这个地方 这样 这样子的一个计算 就是所得税里面本来是没有户数的 请问国税局怎么会管到 这个 这个里有多少户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能用别张资料表 然后关联进来 怎么做关联 就是 你先设好 设好 模型里面 建立好关联 然后接下来户数 怎么做 就是用RELATED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 这样我们在TEST这张资料表就有户数了 记住 是用 是用什么 新增资料行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在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我是不是要呈现什么 义德里的平均户数 因为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知道说 这个中轮里 如果说你排序一下 排序一下 例如说 第真好了 义德里 是不是有出现四个 所以你不能用加总 你只能用平均 我们要的是平均户数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放一个 义德里的平均户数 可以吗 因为我们的资料 资料我们有四年的资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要算一个 平均户数给义德里 请问平均值是用 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平均值是有几个值 一个值 对不对 一个值所以你要用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知道吗 在哪里点 滑鼠右键要在 Test这边 这边 滑鼠右键 然后新增量值 有听懂吗 真的 很多同学如果自己在做的时候 你会搞不懂 到底要用新增量值 还是新增资料行 你要不要先写 先写下来 加总 加总请问是用 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加总有几个值 一个值 平均有几个值 一个值 可以吗 好 一个值我们都是用新增量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去算平均户数 就是义德里的平均户数 所以平均户数怎么算 是不是 A V E R A G E A A V E R G T E S T 里面得什么 户数 你不要选到 people里面的户数 那你会说 一样 不一样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现在如果选到了 people people里面的户数 它到时候会产生 不帮你做计算 你要选到test里面的户数 好 点选type件 右刮户 因为我们这个平均户数是针对 test拉出来的各行政的村里 来做计算 好 所以它的平均户数 是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去做计算 Enter 接下来请各位 针对这张资料表 你要打勾平均户数 就是一德里的平均户数 是不是2813 好 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嘛 一德里这个平均户数 一德里的平均户数是不是2813 可以吗 好 所以是不是算出来是这样子一个数值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一德里 就是各里的平均户数 记得是要用新增量值做计算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就是一德里的平均所得税 对不对 四年来就是平均的所得税 然后再来还有这个平均的户数 所以我是不是要用这两个数字相除 然后当作是一个比较的标准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这件事情 怎么做这件事情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算户的那个 户的综合所得总额 可以吧 我现在应该是去算那个户综合所得总额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用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在这个地方是在Test这里面 滑鼠右键 选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我要去算每一个领 每一个领他的那个户综合所得 你会说既然是每一个领啊 我应该用新增资料行 错 是用 是用 新增量值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叫户 户的个人 不要户就没有个人了嘛 户综合所得 可以哦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用哪两个相除的 关系 是不是前面这一个 怎么样去呼叫资料表 一撇 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所得税资料表里面的平均Test 被谁来除 一撇呼叫资料表 被平均户数来除 可以吗 Enter 然后接下来请打勾 针对这张资料表 请勾 户 综合所得 这就是 这就是我等一下要比较的依据 就是说 以 以 个领 户 综合所得 来去做一个比较 看看哪一个 里 最高 可以吗 请问一下 这边要不要拍照 这边看得懂吗 这里面哦 你一定会问说 为什么只剩两个 这 刚刚我们是不是在做新增量值 我这样说好了 新增资料行是不会加在这边 新增资料行它会加在这里面 可是 新增量值不会加在这里面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区分 好 不过真的请你们回去 真的如果可以的话 再多拿一两个范例来去算算看 尤其是财政部的资料 然后你再跟我分享 好 期待希望看到这么一件事情 那这个户综合所得 这个数值我觉得 比较具有那个可比性 比刚刚看到那个个礼的所得税 这个的比较来得好很多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看说 那这是家总起来 这个礼如果万一人很多 户数很多 这个时候它的值本来就要很高 就是有大的礼跟小的礼 在这边我们是没办法正确的呈现 可是我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是 如果我们今天来用 户综合所得来去看 可能我觉得会比较好 这个比较会比较好 来请你们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请计算 请计算 互综合所得 好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我把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我先复制 复制 然后接下来在空白地方贴上 然后把它搬过来 我要画的是群组直条图 但是我不需要画平均的那个 综合所得 所以也不用画平均的户数 所以把这两个拿掉 然后接下来去画这个数值 那你会说 哇这个数值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稍微排序一下给你看 稍微排序一下 请问这张群组直条图应该没问题 当你点选群组直条 他就做给你看 可是这里面为什么有 有12345678 有8个是很大很大的 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平均户数 你有没有发现这边 因为这是分母 对不对 我在算这个 无限是怎么算算 是因为分母为空值 空值在数学上的计算 空值是用哪一个值来代替 零 数学上一定是 一定是要有数值 对不对 可是空值是用哪一个数值来代替 当然是零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算出无限 所以请把那个平均户数 至少要大于一 对不对 一个里一定要有人居住 这个人一定会有户数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 例如说大于零的才去做计算 所以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这张资料表里面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对这边户数我必须要拉进来 重新拉到这张视觉效果 户数 然后请把这个户数呢 改成什么 大于零 然后套用才选 这样知道吗 就是这一个资料表 我们必须要把那个平均户数 要是大于零的搬进来 当然这张资料表也是 所以这个户数 这个户数 户数在平均户数在这边 要把它变成大于零 然后套用筛选 这样可以了解吗 那些那些平均户数为零 好我先问你一下 你看哦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赴台里 赴台里 说这个是 这个是国税局的这个村里里面 有赴台里 可是people里面 没有赴台里 我猜 我猜这个人口统计里面 他的台是小写台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还有一种可能 这个里改名字 改名字 就是2014年以前 他叫赴台里 2015年的那个人口统计里面 他换了名字 这样了解我在说的意思 但是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 就算我不算 对于我的结果的影响 不能太大 如果 如果这边有14% 是长这个样子的话 对不起 那我们的资料 就存在一个很大的疑虑了 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 像这个 这个堂什么礼 这绝对不是口 听得懂我的意思 这个不是口 这个是一个没办法显示的字 有听懂我在说的意思 反正我想 我想这个到时候资料整合 会不会遇到这种问题 绝对会 你们知道哪一个姓氏 哪一个姓氏 根本就描述不出来 就在很多资料库里面 你抓得出来 他都叫做什么 口 什么什么 就是那个字 有一个 有一个姓叫做温暖的温 这在很多资料库里面 都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字 我不晓得你们知道这件事情 当你当你今天遇到这个文字里面 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情形 那这个时候呢 看你要怎么解决 那就叫其他了 这样知道吗 好 我只是说可能会遇到这问题 我重新做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怎么做呢 首先把这一个资料表复制 然后贴上 搬过来 这张资料表呢 我什么东西要画图 我是不是只要画 互综合所得 所以就把平均的test关掉 互数 平均互数关掉 然后去画 群组直条图 但是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些极大值 那是因为说 那个互数 互数空值 在数学计算上面 它把它变成零 零分之一都是无限大 所以要把那个互数 互数为空值的过滤掉 所以怎么过滤呢 再三选 三选 请把互数搬进来 搬进来之后呢 请选 互数要大于零 大于零就是一以上 互数没有小数的啦 反正就是互数一定要大于零 套用筛选 你这边是不是可以找到 第一名是什么 东昌里 第二名 新龙里 第三名 东门里 看一下 之前的算法 第一名 安康里 这边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可以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吗 几乎都不会一致啦 东门里 刚有东门里吗 有 都是第三名 这是巧合 这真的只是巧合而已 好 提供该门参考 这个数字是可比较性的数字哦 请问一下哦 请问一下 我们这里面 这里面哦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叫做 那个 这应该叫做 互 互的一个 综合所得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 这个比较应该会 会比较正确 因为我们 我们是去看了一下 就是说 个里有多少户 来去做校正 可是 刚刚这一个个里 个里所缴的 也可以做一个比较 就是说 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 安 安康里 他的一个 就是 综合所得总额是最高的 可是这是拿里来去看 但是这边 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公平的计算 为什么呢 因为 这算出来的结果是 我假设这一个 户数多 这个里户数多 人数多 当然缴的所得税也会相对增加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我现在来去看的话 看这个里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东昌里 东昌里 它的一个 就是 平均的一个 综合 所得 算出来的 的值 我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才是比较正确 另外我还要特别说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个分析的时候 统计的分布其实还蛮有意义的 当你今天看到一个资料 当你今天看到一个资料 它的 这个分布其实是很奇怪的 如果你习惯看数据的话 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就是很奇怪的 这样了解吗 像统计我们是不是要去看它的分布 数据的分布一定有一些意义 尤其在看大数据的时候 那像这个 差异好大 这样了解吗 直接就从第一名跟第二名 看差距是不是差很大 像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我会认为说 它里面一定存在了 就是一个不公平性 不公平性 好了 反正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会比相对的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公平性 我想这个互综合索的比较 应该会比较具有意义 这是我特别要请你们稍微知道的一件事情